大家好 欢迎收看振动招音客户专栏 我是国立评论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王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的主题是 如何取得材料的疲劳强度 fatigue strength 在前一个单元我们提到了疲劳破坏 那是来自结构受到了往复偏跳动的硬力 而会造成疲劳破坏 那要做疲劳 防止疲劳破坏 就要做疲劳的设计分析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要有疲劳强度的概念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来看 如何取得材料的疲劳强度 那我们就破题一项一项来看 那如何取得这个材料疲劳强度呢 其实我们才常做的就是从实验得到 那会有三种实验方法 一个是回转弯曲的疲劳试验 第二个是拉伸压缩的疲劳试验 第三个是扭转的疲劳试验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我们是介绍最常见到的三种 那回转弯曲试验呢 那其实以设备来讲 大概是最单纯也比较便宜一点的 那他是利用这种弯曲的效应 所以我们在一个马达 带动转转 那这个是事件 那有两端的收力 那他的弯曲率局的曲线就会像这样子 所以他的杆键就受到了一个弯曲应力的效应 那当马达旋转的时候 就会使得同一个点呢 就会有正负应力的变动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次数 所以我们会有他的应力值 以及他每转一圈 就是一次的应力的波动 所以我们会有兴趣的就是要知道 他承受多少应力的时候 那来回波动几次的时候 那这个事件会断裂 那其实呢 拉伸压缩的皮套试验 那这个是社会昂贵一点 通常就是这种MPS 拉伸试验机 那它是动态的 那所以说拉压拉压 也是形成一个往复式的变动的音力 那再看拉到几次来回几次的时候 这个事件会断裂 那第三种 这个是设备也可能会更规点 因为它的 它这个是扭转的 那扭转的呢 它要有正负的扭转摆动 那形成一个扭转的应力 那不管这三种做法都可以去取得 疲劳的强度SN曲线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什么是SN曲线 那不管做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取得这个材料 那这个材料呢 就是我们用材料的 制作这个一个标准试验 可以参考ASTM11606 那制作这样的试验呢 就放到这三种试验上面去 那做疲劳的强度的测试 那做这个极要强度的测试 最主要是要取得SN曲线的这个Diogram 那S呢就是Y轴是硬力 那N呢就是Number of Cycles 就是我们所施加的硬力的次数 这是在X轴 那我们来看10的0四方就是一次 也就是说一次断掉 那一次断掉 比如说像我们做正常拉伸实验 一直慢慢把它拉到断掉 这个就是它的抗拉强度 这就是它抗拉强度 一次拉到断的时候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把硬力值 拉伸的硬力减小 那减小又这样往后拉 那当然它的次数就会高一点 那我们逐次的降低 它这个事件所受的硬力 那它的硬力的能够承受的 迴圈的那个硬力次数 那当然就更长 那所以它的趋势就会 硬力值越小 那它所能够承受的cycle cycle of the stress 就会越长 所以N就会越来越长 那我们实验点睛两后 还是会这种飘动的 所以我们会做曲线千和 就是找到它的一个趋势线 那当然有时候也不是这么漂亮 不过这施力图看起来大概像这样 我们一般认知呢 大概在十的六次方 就是六次方次 就是它有无限寿命 所以在十的六次方次对上来 所对应到的硬力值 那我们就称 这是这个材料的endurance limit 就是它的疲劳极限 那如果说我们要对的机构元件的设计呢 它只是要承受1000次的往复应力 那如果1000次往复应力 它的疲劳强度就高一些 所以以这个图示来讲 这个疲劳极限是200左右 那这个1000次的疲劳强度呢 可能抗1000次的疲劳强度呢 是大概是260MPA左右 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会知道 疲劳极限是无限寿命的一个疲劳强度 那我们会说疲劳强度的话 就会指定说是多少次的寿命 循环似乎的寿命 那所对应的硬力值 这就是疲劳强度的概念 那常用的变数符号代号是用sequim 代表的是材料的疲劳强度 好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单元的探讨 我们介绍了三种疲劳试验的方式 有回转、关趋、有拉伸、压缩 也有这种扭转疲劳试验 那目的都是要取得这个sn diagram 就是硬力次数的曲线图 那取得这个曲线图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材料的疲劳极限 那以及不同寿命次数所对应的疲劳强度 好 我们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里 好